超商門口一名男子走出來 騎上機車準備離開 之後有好幾個人從超商內追出來 一直指著他 其中有一名國中生還拿著手機靠近 拍他的車牌 男子自顧自的離開 國中生還小跑步上前 原來在不久之前 男子竟然在超商內恐嚇座位區的國中生 說要拿槍抵著他的頭 要他給錢 男子當時在超商內向國中生勒索 國中生當下就把身上的七百元給他 回家之後向家長訴苦 家長帶著孩子去報案 男子很快就被警方巡線逮捕 去瞭解他否認犯案 不過警方最後還是依照恐嚇取材罪嫌 將人移送 而男子大庭廣眾之下 大膽的勒索學生 現在要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三地新聞廖國雄何正鳳 嘉義報導